这天小五正吃着香草冰淇淋看动画片这时突然接到了好朋友宁荣荣的电话 喂,小五小五,不好了暴风雨和地震,马上要席卷豆罗大陆了,大家都走了,你也赶紧逃跑吧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家里不安全了,我也得抓紧逃离这里,话说这天气变化真快说黑就黑了 不好了,怎么开始地震了,快点跑,这里不安全了,还要带上我的小猫咪,果然外面已经下起了雨了 我要快点回到星斗大森林空中安全屋里去,到了那里我就安全了 天啊,我的身上已经灵透了,地动山摇的搞得我头好晕呀,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车也打不到 看来整个小镇的人都逃跑了,我该怎么办呢,系统系统,呼叫系统 嗯,大晚上的你教我干什么 快点给我搭建一条快速逃离的跑酷 跑酷一搭建完毕就在前方拨远处 看见了,系统你今天的反应挺快呀,这个月叫三哥给你涨工资 感谢美毛与智慧冰存,英雄与下一地化身的小五妹妹 别耍瓶嘴,小心我扣你工资 哎呀,差点摔死我,这也太难了,呼叫系统赶紧开启喷气背包 系统提示,现如今已经没有多少小伙伴喜欢你了 所以系统限制了你的喷气背包 那屏幕前的小可爱可以帮小五妹妹的加号点消失吗 爱你们哦,是不是没有人喜欢我了 喜欢我的扣一不喜欢我的扣二 系统系统,我可以无限使用空气背包吗 这个我说的不算,你要玩屏幕前的小可爱才可以 只要他们给你送小花花,我就可以给你无限制使用喷气背包 那屏幕前的小可爱可以给小五妹妹送小花花吗 这样小五妹妹就可以无限制使用喷气背包了 爱你们哦 哎,这里有一辆自行车真是太好了 这样就可以快速逃离到空中安全屋了 小猫咪快点跟上来,前面就是空中安全屋了 系统系统,空中安全屋地震有影响吗 空中安全屋地震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它悬浮在空中不受地面的震动影响